6月22日,由12名有新冠肺炎防控与救治实战经验专家组成的中国湖南抗疫医疗专家组,结束在非洲国家津巴布维持到几内亚的援助任务,并经过14天休整后返回长沙。 据悉,由中国国家卫生健康委组派,湖南省选派的中国赴津巴布维抗疫医疗专家组,携带湖南省人民政府援助的医疗防疫物资承包基于2020年5月11日启程, 赴津巴布维执行博际抗疫援助任务。期间,专家组接到增援赤道几内亚的任务,于5月25日晚抵达赤道几内亚。 专家组领队湖南省卫生健康委副主任朱一鸣介绍,在两国抗疫期间,专家组走访指导相关医疗单位和检测机构, 分享中国经验,并根据两国不同国情分别提交了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国家建议书。 在京八户委,在四到九个亚,我们带着增加抗疫最诚真的的经验, 最有效的经验,最口型的经验,在这两国国家, 从政府层面,行政管理层面,医疗机构和实验室各个层面, 给他们进行广泛交流。 记者了解到,在京八部委,为减少被感染的风险, 专家们每天出门往返六小时不喝一滴水,不敬一粒凉, 没完写日记被讲义。 在赤道几内亚,他们又冒着34摄氏度的高温, 身着防护服进入隔离病房,与当地医务人员研究病例救治方案, 指导实验室提高核酸检测能力等。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